我是切雲 幸福空間 今天帶你到天津 今天呢 今天是跟切雲 要帶觀眾朋友來到的呢 是位於北京當地 一個時尚精品旅店當中 所附屬的餐廳 可是我跟你講喔 這間餐廳呢 在北京人的夜生活 還有飲食界呢 也是滿有名的一個餐廳 這間餐廳呢 其實是隸屬於北京 一個精品時尚的一個酒店 那它平常是一個餐廳 白天的時候餐廳 像晚上的時候 夜晚的時候呢 到凌晨三點呢 它其實是北京裡面 非常有名的一個紅酒吧 是一個可以品酒的地方 那它其實每天都有 不同的主題的活動 像六日的時候呢 它還會有這個LIFE BAND 在現場的演奏 不過我最喜歡 因為不要說它 禮拜一是Ladies Night啦 我說配合聖誕節或萬聖節 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題 晚上你走進來的時候 你會恍神 因為你會覺得這是北京嗎 那怎麼可能這個Bar裡面 全部都是老外 或者是北京最頂尖的時尚人士 都會聚集在這裡 對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餐廳或者說這個酒吧呢 它的空間呢 是環繞著中間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Bar 它這個Bar來的這個 整個是一個摸自己的 所以說呢 你可以坐在這個 吧台旁邊呢 用餐或者是喝紅酒 或者是說呢 它有很多的座位區域 像我們所在的這個位置 這個座位區 它的位置都設得比較高 因為除了在這邊品酒之外 也許別桌的人來 或者是有家位 也可以在這邊一起 在這邊交流 OK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社交場合 我覺得這個桌子的高度 哪怕酒店裡面 這個餐廳是爆滿的 你站的時候 也會覺得很融入這個空間 不會因為沒有位置的問題 而不能進來啦 所以呢 它的那個放紅酒的地方 它也不佔空間 它就利用這個 對外這個牆壁的一個位置 來做一個放酒的地方 它也不會浪費到 其他牆壁的一些設計 那它另外一個放紅酒的地方呢 就是在整個吧台的上方 那這個上方 它就用鐵鍵來做一個 放酒的位置 下面就吊掛杯子 那特別一提就是 它的這個吧台 它其實是用石木來做的 但是它吧台下方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一個 紅色的一個玻璃的一個設計 這是玻璃馬賽克嗎 對 這樣的一個長型的這樣的一個玻璃 其實在台灣很少見 因為它的一個角度 跟玻璃的一個折射的變化 都滿特別的 所以這個空間當中 就是以紅色為基調嘛 對 因為這個餐廳 它本身的英文名字 它就有 所以在吧台的下方 它有點綴一些 紅色的一個玻璃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它的牆壁面 它也有一些紅色的一個壁紙的 一個變化 嗯 OK 這個空間裡面 為了要營造這種60年代 復古的風情 所以除了它整個氛圍 是這樣營造之外 它還會在牆壁上 這個螢幕上播放的是 黑白的那種 古時尚的老電影 對 因為 其實如果在這邊放一般的球賽 或者是一些娛樂 可能都沒有那麼的道地 在這個地方 它用了這種懷舊的電影 可以讓這個空間 它既是一個電影 也是一個牆壁的一個搭配 接著我們換了一個座位區 來到這個 可能我可以稱呼它包廂區 對 應該說這個座位區 它比較特別 有點像是那個60年代 那個好萊塢的 一些酒吧裡面的一些特色 或者是它的這個餐車 或是餐巴裡面 都會有像這樣子的座位安排 我覺得這時候 我應該穿那個喇叭褲 恨天高 你應該吹一個那個飛機頭 就可以符合這個場景了 對 因為它後面這個皮革的材質 有那種復古的味道 然後用這個比較圓弧的一個 包覆形的一個造型的一個座位 讓我們整個空間 比較不會被打擾 跟剛剛我們做的那種 比較高腳高桌子的那種 那種座位區 有不一樣的感受 而且它用椅背 就可以把空間區隔出來了 對 我最喜歡這樣的座位區的原因 在於說 其實我的人多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大夥都坐在一起擠一點 那種感覺也滿熱鬧的 所以它為什麼 它在這個桌子上面 它配了一個吊燈的設計 其實這個吊燈的設計也成為 這個空間當中 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搭配 怎麼說呢 因為它這個整個球形的一個燈狀 它裡面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燈泡 但是這個燈泡它被 大部分被這個燈具所遮掩住 它燈光直射到這個桌子上面 到因為晚上的時候 它更有那種 比較舒適溫暖的感覺 聚光的效果都會在這一桌 對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燈殼的顏色 我喜歡它帶點那種紫銅的顏色 就很符合這個空間當中 以紅色系為主的主要基調 那這個吊燈上面的這個天花板 它本身就很有中國風的味道 怎麼說呢 它中間的這個造型是比較中式的 但它的兩側呢 它的周邊都是用美式的線板去搭配 最主要是它用銀灰色的這個漆 這個漆面的處理方式 讓這個空間它又有那種 低調奢華的那種感受 而且跟這個大唐的顏色 大廳顏色主要是以茄子色 跟這個灰色為基調 是相互應的 接著我們來看到在這個餐廳 環繞四周的壁面 它在這個牆壁上面 它可以做了很多的裝飾 然後很挺用心的 對 它其實紅色的壁紙 剛好可以呼應它這個餐廳的一個 英文名字有一個紅色的意涵 最主要是它在這個側邊的牆壁邊 它有做一個鏡面的設計 它用畫框來做一個鏡面的搭配 而且它有一個傾斜的角度 一般可能鏡面就是垂直的 掛在我的這個壁面上 或者水平的掛在我的壁面上 它是有傾了一個角度傾斜的 它傾了一個角度 然後凸出來這個牆面 讓這個空間會比較有立體感 對啊 往上看的時候會有那種高聳 然後有點層次的感覺 是 牆面不是只有這樣子 它在有其中的另外一個牆壁上面 掛滿了許多黑白的舊照片 對 在這個黑白的舊照片裡面 裡面有很多現代的一些藝人 跟明星來這邊用餐 然後所拍下來的照片之後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黑白照的一個照片 然後就變成它這個牆壁 整個的一個布置 好 有些這是以前黑白電影的 黑白默片時代那些明星的舊照片 那還有一些是現代的藝人 像陳曉冬啊 明明可以拍彩色的啊 對 因為拍彩色在這個地方擺 就沒有那種效果了 所以有時候在我們居家的設計當中 如果想要走一點復古的味道 其實你可以把小時候的舊照片啊 很多黑白的舊照片來做一個 比較深色的框的處理 然後放在牆壁上面 它就會是一個很好的布置 對啊 你剛剛講陳曉冬 我剛剛看了一下還有周迅啦 是 房主名啦 朱英啦 很多的大明星來這邊用過餐 都會在這邊留下這個合影 這個空間當中真的很有趣 你要自己慢慢的去發掘 另外呢 在點餐的同時 你除了可以從菜單上去點 今天要吃的跟要喝的 還有另外一種點菜的方式 對 因為其實在美式的一個空間裡面 點菜其實是很輕鬆的 它上面有很多手寫版的 這種黑板的設計 它就可以就是讓你覺得說 好像每天在換菜單的感覺 它不管是酒單或菜單 或當季最新鮮食材所做的這個料理 都會用 這很久沒有看到了 在黑板上用粉筆把它寫下來 當然有些黑板 它是放在這個柱子上面 這個黑板放在柱子上面 它的上面的這些菜單 是用印刷上去的 所以它的這個效果 就變成一個空間點綴的一個布置 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有時候柱面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裝飾的話 像這間餐廳 它用這樣子的手法 一目瞭然的看到酒單 同時也裝飾到這個柱面 是 這個空間真的很不錯耶 雖然它是隸屬於 酒店當中的一間餐廳 不過它在北京當地也是一間 很有名的紅酒吧這間餐廳 所以如果要體驗不同的一個 北京的一個文化呢 可以推薦各位來這個 精品酒店裡面的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有那種60年代的 那種美式的一個好萊塢文化的 一個風格 可以讓大家來這邊品酒 來體驗紅酒的一個文化 不一樣非常復古的一個60年代風格 我希望這個餐廳可以帶給你 不一樣北京時尚的感受 也可以讓你品味到另外一種 更上一層樓的設計 今年也非常謝謝劍姿 謝謝